中越冰境战争期间 越南军队召开一次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 越军领导拿起一张照片 只见照片上是一名中国男人 他很力地对着手下的士兵说 只要能拿下这个人的人头 就能领取15万的奖赏 在当时那个年代 15万元可是一笔巨款 了解到只要杀掉照片上的一个人 就能获得如此丰厚的奖励 所有越军都兴奋不已 其实不少越南士兵 都对照片上这个人有所了解 并对他恨之入骨 早就幻想着杀之以后快 不过却很少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这一下有了照片 碰到的时候就不会认错人了 有一次照片上的男人 假扮成一个卖药的农民 辗转在中越边境地区 不幸的是 他刚到一座桥上 就被熟知他长相的越南特工认了出来 特工看到价值15万的人头就在不远处 而且还没有携带武器 于是他赶紧激动地开枪 对着中国男人就是一阵射击 越南特工自觉有意强势射中的对方 所以就算对方跳进了河里 他也没有去追 在这名特工的眼里 对方已经必死无疑 于是他就着急地回去领赏了 之后 越方还以照片上的男人被击毙为由 特意举办了一场庆功会 可是 让人没想到的是 就在不久后 照片上的男人突然再次出现在越军的面前 让越军惧怕不已 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越方宁愿悬赏15万 也要拿下他的人头 正题开始之前 新来的朋友别忘了点点关注 尽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照片上的男人名叫龙志勇 出生于1960年 老家广西近西 吞盘乡林光村 如果龙志勇出生在其他地方 等他高中毕业后 只需要在老家找个普通的工作 就能幸福快乐的生活一辈子 但是 他的老家与越南高平 只有一山之隔 在龙志勇还小的时候 中国人民经常无偿援助越南 对抗美国军队 两国人民友好相处 等他长大后发现越南无情翻脸 经常派出士兵到我国边境县 进行骚扰 杀害老百姓 龙志勇的舅舅就是在一次劳作的时候 踩中越军偷偷埋在田间的地雷 轰隆一声巨响 血溅得到处都是 虽然最后保住了性命 但是他的双腿就这样被炸断 越南军队对中国老百姓的残害不止如此 龙志勇的初中同学黄中峰 在一次上学途中被越南士兵绑架 从此下落不明 很有可能就这样遇害 由于越南军队经常对老百姓进行轻扰 龙志勇就梦想着成为一名警察 加入到公安队伍中 对家乡进行保护 79年 我国开始准备对越反击自卫战 龙志勇放弃了进入警校的机会 毅然决然加入了军队 因为龙志勇从小生活在中越边境地区 对于当地的地形非常熟悉 而且他还会说越南的语言 所以在部队的安排下 他成为了一名侦察兵 龙志勇之所以能够成为侦察兵 除了对越南足够熟悉外 有和越南士兵作战的经验 他还曾配合部队击毙 擒获过30多名越南特工 另外就是他的身体非常强壮 从小就有习武的经历 在身体素质上远远强于别人 为了能够在战场上有更出色的发挥 他为了能够完成侦察兵负责的兼具工作 龙志勇没有抱怨地投入了训练之中 他明白就算一个人天赋再好 没有经过训练的话 也是远远不如一名经过长期训练的普通人 在体能训练中 战军资扎马步都是基础 攀岩负重跑时加餐 在这样严苛的训练中 他的作战能力快速提升 除了体能训练之外 侦察兵还要经过更为艰难的潜伏训练 在潜伏训练中 龙志勇需要在中越边境的深山老林中待好几天 这些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各种独虫的乐园 一不小心甚至会直接丧命 当地还有一种会爬树的马黄 就算把袖口和裤脚都扎住 马黄也能从树上跳到人的脖子里 吃了多次亏的龙志勇和战友们只能全身包裹 考虑到地理位置 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 大夏天穿着厚衣服 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好几天的那种感觉 就能明白这种训练有多么艰难 除了训练外 作为一名合格的侦察兵 还要掌握各种复杂的军事技术 比如汽车驾驶 军事地形学 气象 摄影 电台等各种技术 为了能够更出色的完成任务 龙志勇到处找人拜访求教 有什么不懂 立马就问 终于成为一名出色的侦察兵 这时候的他与越军作战的目的 也从为舅舅和同学报仇 升级为了保家卫国 在龙志勇第一次作战的时候 就遇到了九死一生的危险 在执行任务之前 他就已经生病 上级领导没打算让他参战 在知道有任务后 他拖着生病的身体 请求加入作战计划 一开始领导并不同意 直到他表示对自己任务路线非常熟悉 才得到了允许 在实行任务的时候 龙志勇不小心掉进了越南士兵埋射的陷阱 陷阱里面插满了满是竹刺 只要掉进去 就会被锋利的竹签刺穿身体 如果被刺中要害 几乎避免不了当场身亡的命运 幸运的是 龙志勇在踩中陷阱的那一刻 就意识到了危险 两只手紧紧抓住陷阱的边缘 避免整个人栽到陷阱里 就算如此 他的左腿还是被四根竹签刺穿 在战友的帮助下 才捡回了一条命 被救下后 在这年三月的时候 越军准备派遣特工对我军进行偷袭 得到消息后 我军立即决定派出一支侦察队 直接将这支特工队消灭 龙志勇就是这支侦察队的一员 在这次作战中 龙志勇所在的侦察队 于黑夜中潜伏到敌人的必经之路上 这时候还是三月份 即便是中越边境地区 在夜间也免不了有些寒冷 但侦察队始终保持着作战状态 等待着敌人的到来 等到天色微亮的时候 敌人的身影逐渐开始出现 龙志勇马上给队友打了个手势 提示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等先把敌情搞清楚再动手 就在敌人越来越接近的时候 侦察队战士们已经举起手中的枪 没想到敌人非常警惕 刚接近埋伏的区域 就一个比一个还要警惕 端起手中的武器摆出了瞄准的架势 他们一边往前走 一边东张西网 龙志勇观察了一会儿 开始紧张起来 他还以为敌人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埋伏 只是没找到埋伏点而已 不过这些越南特工一直没有开枪 只是保持常规的警惕而已 意识到这一点的龙志勇这才放心 进而冷静了下来 等待着敌人的靠近 当走在最前面的一个敌人 来到龙志勇附近的时候 龙志勇出其不意的从草丛越起 扑到了对方的身上 然而这名越南特工身手也非常不错 直接把手中的枪对准了龙志勇的前胸 前军一发之际 龙志勇用手把对方的枪拨开 然后趁机将其打掉 没想到这名越南特工的身手也非常不错 就这样和龙志勇纠缠在一起 龙志勇趁着先发优势把特工给打趴下 然后就骑在他的身上 准备把他给绑起来 特工只好用唯一能够活动的双脚 袭击龙志勇的后脑 然后反过来骑在龙志勇身上 准备把他的脖子掰断 不过龙志勇那么久的训练不是白做的 他一个挺身甩下对方 再次将其控制 还用越南语劝对方放弃抵抗 告诉他只要不抵抗就不杀 这时候其他侦察兵也都已经开始行动 陆续击毙剩下的几名刚开始淘宝的越南特工 等到任务完成后 龙志勇才知道被俘虏的越南特工是一名小队长 然后亲自对其审问 获得了大量有用的情报 1985年 越军在中越边境修建一所兵营 为了防止越方派遣更多的驻兵到达这里 我军只能派出小谷部队打掉这处据点 龙志勇正式负责这次行动的15名战士之一 在黑暗中行走了大半夜山路后 龙志勇一行人终于靠近了越军的兵营所在地 没想到正准备潜伏进去的时候 兵营内突然窜出两条军犬 对着他们狂吹不止 两名哨兵听到军犬的动静后 也立即出动 举着手电往龙志勇一行奔来 面对形势的突然改变 龙志勇果断射击 先是把两只军犬击毙 后来又射杀赶过来了两名越方哨兵 为了防止听到枪声的越南士兵做出完善应对 龙志勇立即派遣火箭铜手向越军军营开火 顷刻间一片火海出现在众人的视野 剩下的战士们则是端起冲锋缰开始疯狂扫射 还没有反应过来的越南士兵 就这样变成了一具具尸体 这一场行动只用了三分钟就结束了战斗 32名越南士兵被击毙 我军则无一伤亡 如果只看上面的势力 我们只能看到龙志勇的光辉事迹 却不了解他在成为英雄之后的苦涩 在1985年对越军兵营的破袭战之前 也就是在龙志勇刚准备出发的时候 他收到了来自女朋友的一封信 正当他满怀幸福地打开信件的时候 却发现这是一封绝交信 这也让他刚刚产生的幸福感荡然无存 他女朋友在信中说 作为侦察兵你是千万钟的一个 作为未婚夫你是唯一的 但与其担心未来不如现在失去 也正是这封信让龙志勇的心情非常低落 没有人会在自己爱的那个人转身离开自己时 不感到一点伤心 但是想到还有一场重要的战斗等着自己 龙志勇又不得不放下这些儿女情长 清存国家身不由己 龙志勇也是在这一刻明白 自己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只能属于国家 为了保家卫国 只能舍弃掉那些情情爱爱 但命运不会舍弃任何一个甘愿为国家付出的人 当越南军方发出对龙志勇的15万元悬赏后 还趁机放出风声 说要派特工偷偷去杀害龙志勇的亲戚朋友 龙志勇对此自然是无所畏惧 不过他的乡里乡亲对这样的警告却非常害怕 因此都不敢再和龙志勇一家打太多的交道 自从龙志勇和原来的女朋友分手后 就一直打着光棍 后来年龄实在太大 亲戚不得不帮忙介绍 但是当地人都非常惧怕越军士兵报复 不敢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龙志勇一连被介绍了七位姑娘 最终都没有谈成功 失败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越南放出的消息实在吓人 姑娘家知道后都非常害怕 不敢和龙志勇接触 第二就是龙志勇作为一名侦察兵 都是最危险的任务 一不小心就会牺牲 没人愿意看到自己心爱的人 在某天突然离自己而去 但总有勇敢的姑娘愿意挺身而出 在当时龙志勇的英雄事迹早已传遍国内 一个叫做杨洪燕的女孩子 听说了她的故事后 轻目不已 在了解到龙志勇在为婚姻的事情发愁后 她强忍着心中的激动 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她 表示愿意与她结婚 两个人结婚后很快就有了一个儿子 龙志勇为她起名龙君 希望这个孩子长大后 也能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军队 奉献给国家 偶尔龙志勇回忆往事 想起抛弃自己的女朋友 和拒绝自己那些姑娘的时候 还会问妻子 嫁给自己是否会后悔 面对自己男人的问题 杨洪燕大大咧咧地说 为什么要后悔 龙志勇有些难过地对她说 我可是会随时牺牲的 对此杨洪燕表示 如果你牺牲了 我一个人再苦再累 也要把龙君抚养成人 英雄的故事虽然伟大 但背后也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艰辛 龙志勇在中越边境战争中 一共执行过123次任务 从来没有失所过 也正是他多次奋不孤身投入战斗 三次获得一等功 他也被广州军区评为十大英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点关注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